我們剛剛已經完成 Embedding Teachable Machine 的 Reload 版本 在畫面中你可以看到左上角是 Terminal 左下角是我們現實中按鈕跟 LED 燈的狀態的畫面 它是即時的 這邊可以看到我的手指 右上角是我們的檔案總管 這次預設的資料夾是 Data 019 這個資料夾 可以看到裡面是都沒有資料的狀態 OK 好 那我們接下來就可以直接進行程式了 執行之後會出現在右下角 那我們現在切到這個1的資料夾對應到第一個按鈕 當我按下第一個按鈕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我們資料可以做一個即時的存取 這邊KNN的引擎也有更新 我們就開始拍照 好 拍個八張 然後再來第二個類別 好 你可以看到我們現在 這個左下角的 左下角的這個 現實中按鈕跟 LED 燈的狀態 已經有這個即時的更新了 好 那我們把程式關掉 然後來實驗一下是不是可以成功的 Reload 好 再執行一次 我們剛才拍了16張照片 所以再次執行的時候我們就是16張照片 那這個是第一個類別嗎 現在有0到7的編號 那我們再繼續拍第一個類別的照片的話 它就會從第八開始 八九十 好 那一樣可以做清楚的動作 那我們按下去 因為整個資料夾被清除掉了 所以檔案總管也就開不起來 會自動關掉 OK 那你再回來看這個資料夾 你會發現裡面的資料都空了 好 這個就是重新讀取的版本 好 加點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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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